剛才我們之前第一節你也有說過 看好化肥股 特別提到就是因為農產品價格最近都升 我們有個觀眾Karina 她也說她留意到農產品商品期貨升得不少 股票上有沒有可以留意? 她想問港股方面 因為她就不懂得買賣這個商品期貨 看看有沒有可以受惠股份 她自己就問說中輪506、一拖38又如何呢? 還是有沒有其他相關的推介? 如果你說一拖就不算好關事的 或者通常以往都是去到 說那些農產品要升得很厲害 到最後才有好的方式炒 那如果你說一拖就反為以前的政策那些就比較大一些 就是說一號文件 但是已經過了 就是你也看到她其實也做了一個高位的 就是4.2那些 那現在已經下了3個 就是7號多3.8以下 那這些就會差一點 那如果你說說剛才說化肥那個想法 就可能反為會覺得可以試下考慮中海石油化學的 就是3.83那它都是做這個肥料為主 不過當然了這隻股份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它生產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天然氣的 那你現在看到其實天然氣的價都是升的 那不過一般而言呢 就這種情況它都可以將成本轉價的 那所以就可以考慮一下的 那或者另外一個選擇就是297 那但是就相對上兩隻來說 我自己就比較會 就是如果真的要我選擇 就是雖然我自己做都是做外國 即是美股啊 或者可能 甚至乎是相關的農產品期貨 就不做農產品 就是不做化肥股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選擇 那就可能都是中海石油化會好一些 因為起碼以現在這一段來說 那個止洩位是比較明確的 其實你現價買的話 你其實可能是2.2 就是都是1.5元左右都可以stop的了 那就10%來 那我覺得都做算可以了 那就純粹就看看會博一下會不會有 剛才說的就是當那些化肥價格 以至海外化肥股上升之後 就可能在港股這邊也可以帶動一轉 就算是一個大的質量 所以我就會安定它 這次我們 Nevada 以後再度很喜悅 似乎是一大組